同學我們上課 那我們繼續用那個變分法 用變分法來解那個 氦原子的基態的能量 那我們的觀念是這樣子 我們有個氦原子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把每一個 我們這邊不是有兩個電子嗎 那我們把一個電子 然後這是一個電子 然後其他 這個系統是這個氦原子 加上另外一個電子 這是其中一個電子 然後看到怎麼看到氦原子 跟另外一個電子 然後我們把這個系統 把它看作怎麼樣 看作有一個有效的 有效 有效的正電盒 小不小講意思 我這邊一個電子 那這是另外一個電子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原子核 原子核是兩個 兩個正電嘛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兩個正電跟另外一個電子 看作有效的原子核 這樣知道我們要做的問題沒有 一個電子 然後把另外一個 另外其他的原子核 加上另外一個電子 把它看作一個有效的原子核 那這原子核的電量是 是這個 然後我們用這個觀念 然後我們把這個當作是 我們還不知道 這我們不知道這個 這個原子序是多少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把它當作一個參數 對 然後我們再利用變分法的觀念 因為我們 我們把它當作這個解雷 帶進去 然後把能量算出來 然後我們調節這個數目 讓我們能量得到最低值 那我們會發現這個能量已經很接近那個實驗值了 很接近正確值了 不管我們怎麼樣 不管我們怎麼樣 這波環是怎麼樣設對不對 我們的 永遠要比基態能量大 但我們可以 改變這個 讓它怎麼樣 讓它越來越接近 那我們現在第一步是 只用一個參數 用越多參數 你可以算得越準 那我們現在看怎麼用 我們現在有原子序的 Z star 對 然後它的 那它解了 我們已經知道了 波環是 I跟 我寫基態 這我們都有寫的 對不對 那這基態 我們就 我們來寫一下 好不好 你可以這樣寫 負十三點六 對不對 那基態是一 基態是n等一 所以我就不寫了 所以Z star 平方 然後I跟方式呢 對 R10 R10 對不對 然後 我這邊把它寫上去 我這邊把它寫上去 因為我們在R10是怎麼樣 裡頭有個Z 對不對 然後把Z 換成Z star 有啊 你看表 138月那個表 然後再怎麼樣 再Y00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就你們擦那個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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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PO完數 在基態 我們現在有兩個電子吧 對 在基態PO完是怎麼寫 一定是 自旋部分一定是什麼態 自旋 自旋一定要是反對稱 軌道是對稱 那軌道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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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稱的 對不對 自旋要反對稱 軌道是對稱的 然後我們PO完數有兩個 一個是 Y100 對不對 這基態的 然後R1 這個呢 就是這個 我們有兩個 有兩個電子嘛 所以 有兩個 對不對 我這邊寫個STAR 好了 好 因為這PO完數跟原子序有關 對不對 我們把原子序換成什麼 換成這些STAR 好 那 這個固定嘛 這根號四拍分之一嘛 那這個你查到 138 138 那個表 那個 那個 解 好 那我們下一步要算什麼 下一步要算 它的能量 對 好 我把它寫個字 這叫Try function 對 你們知道Try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拆這樣的PO完數 那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我們把那個 那個害原子的還沒通常帶進去 我們就得到 你們要注意好 這邊的J 這真正的原子序 就害原子的原子序 這等於多少 2 對 1等於2 好 我們底下把它分成 分成兩項 一項是這個 對不起 三項 然後這是Fy100 對 這是D 1 然後再加上 我們分成三項 你們都 誰好 朋友 這兩項 這兩項 這兩項是相等的 你從那個對稱性 你可以看出來 PO完數是一樣 只是1跟2對調而已 你把這 把2跟 把這個2換成1的話 就是這 好 所以這兩項是相等 所以我們先 我們算一下就好 這一項呢 我在 我在 上星期四的時候 我已經把結果告訴你 你只要把這個 R10 帶進去 對不對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做 做那個積分 那個積分很簡單的積分 你查積分表就可以了 所以這項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你只要把那個 R10 帶進去積分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 我們來算這一項 這兩項相同 我們先 我們算這一項 就是右邊的地項 然後我們看一看 這個指跟什麼有關 對 指跟 1跟這個有關 對不對 跟這個沒有 跟這個跟這個是沒關係 所以 所以R2 我們可以先怎麼樣 我們可以先積分 那積分出來等什麼結果 因為它是歸1的話 所以積分出來等1 所以我們就 就變成這個 然後我們把這一項 我們把這一項 我們把這一項 換成 加上一項 剪掉一項 我們剪掉這一項 再加上這一項 所以還是 結果怎麼樣 結果還是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看這一項 這是什麼樣 含米通人 對 這是原先的 這 就是說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是怎麼樣 是這個函數的 i跟方形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作用 所以這個是等於 就是說 我們是把清原井頭的 這些 把那換成這些 star 的i跟方形 所以 這個是它的 i跟方形 那i跟位置 i跟位置 是這 i跟位置 是這 那我還是要 把這個 把這個常數 對 用那個 用 5 structure factor 來表示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好 我們就可以到這一項 這是 這是這個 是這一項 那這個 這個積分 這積分 對不對 你們書上在那個 青原子那一張有了 就這 所以你們在青原子那一張 已經有答案了 就 R分之一的積分 對不對 它預期指 我們已經有答案了 那我把這些答案寫下來 最後得到這個 最後得到這個 結果 就 你把這個積分 把積分出來 是這個答案 那 這是原先的這一項 是這一項 原先的這一項 它的 原子序為 Z'的 集體能量 好 那你去查那個 你是查那個 你去查那個 青原子那一張 青原子那一張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這個答案寫出來 那我們再把這三項 這一項跟這一項是一樣的 我們已經有解了 對不對 這一項就是我上次 那個像信息室 那個交換能量 我在講交換能量 那一部分講的 我已經把你公式倒出來 倒出來 最後是積分 那我們 我把所有三項都加起來 是這個結果 這是 我們把三項 右邊那個三項 全部加起來 是這 答著答案 那我們知道 Z' 我們不知道 Z'是什麼量 我們不曉得 Z'是什麼量 我們把它當作一種 參數 就是可以 調解的 然後我們找怎麼樣 找一個Z' 讓我們要得到最低的能量 因為我們知道 基態 基態是所有 基態是所有 Trial function的最低能量 所有Trial function得到的能量 都一定要比 基態能量要大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最小的 最可 就是說 所有的Z'裡頭 讓我們得到的能量最小那一下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都水果一季分嘛 對不對 怎麼做 違分 對 違分得到什麼樣 違分協率等於0的時候 那這很容易 把它做違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違分多少 4Z 這個呢 等一下我躺超錯了 這平方 那這平方點多少 負的 4Z'對不對 那這邊呢 負的四分之五 那這要等多少 等一點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解 告訴我們說 Z'等多少 Z'等多少 等於Z 減掉十六分之五 OK 我們到Z 在這個時候 Z'是最小的 也就是說 這整個是2減掉多少 2減掉十六分之五 因為Z是等於2 這邊是告訴我們說 它的物理意義是這樣 就是說 一個電子 所看到原子核 不是 所看到原子核 因為還要包括怎麼樣 包括其他另外一個電子的影響 所以它所看到原子核怎麼樣 不是原先的2 現在差了多少 還要扣掉這 就是一個電子所看到的 一個原子核 所看到的原子核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這樣 帶到 帶到原先這個公式 帶到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把最低能量怎麼樣 再 就把Z star 把這個解帶進去 帶進左邊的公式 你算出來的能量是這個了 算出來的能量是這個了 我把答案寫出來 你負的 其實是7.38 EV 那實驗值呢 實驗值呢 實驗值是這個 實驗值是負 78.975EV 我們原先猜的 量是多少 我們原先猜的量是多少 還記不記得 如果不考慮電子的交測作用的話 我們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結論 負的108 那我們經過 把電子跟電子的困擁排順 我們算進去的話 是多少 負的108 加上34EV 所以是多少 差不多 負的73點多 所以誤差是多少 相對著的誤差是多少 原先是73點多 誤差是差不多5個EV 那我們現在降低到多少 對 降低到差不多1個EV左右 我們只用一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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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這麼準了 已經準到1個EV了 我們也可以用兩個參數 用兩個參數 又可以更準 我們用兩個參數 那這邊實驗 講到這裡 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 我們有些那個物理系統 我們可以用變分法 變分法 我們用try的方形 就是我們拆一個 我們拆一個 那個波環數 用拆的 我們拆個波環數 那我們把裡頭 有一個可以調解的參數 然後我們把參數 改變 調到怎麼樣 調到 調到這樣能量最小 我們可以非常接近 那個 非常可以 非常接近機體能量 這也是非常有 非常 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有效的一個方法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對 那麼底下就講那個 第五 我們現在是第四節 那我們就講第五節 我們更複雜了 我們在講原子 我們最先講氫原子 氫原子 就是電子 然後接過來 我們講氦原子 氦原子 是兩個電子 那麼現在講更多的 更多的電子 那我們怎麼樣算這個問題 我們更多個電子 對 也就是說更重的原子 那我們一樣 我們先把氫原子寫出來 這是我們的那個 氫原子 就是電子的動能 這是電子看到原子核的位能 總位能 然後這電子跟電子之間怎麼樣 這交互作用 對 那我們這邊 summation 是對每一對電子來講的 你也可以表示成這樣子 這邊二分之一 這個 也可以這樣寫 這是每一對 都算兩次 所以它除以二 那這個寫法 那這個寫法 是只有每一對 都只指 每一對 每一對電子都怎麼樣 只算一次而已 那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解那個 要解那個 喊吞嚥 對不對 我們解那個 跟時間無關的 跟時間無關的 寫我跟醉虎虎虎虎 我們還是要照書上符號 把這 書上是用小寫的 小寫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解這個問題 你想 我們來 我們先問你們 這個能不能解 這小寫的 能不能解 用手解嗎 不管手解 電腦解都可以 這很困難 你知道我們 我們剛剛在解氦原子 我們在解氦原子 已經有困難了 對不對 現在更多電子的話 當然怎麼樣 更困難 那這是一個原子 我們如果一個結晶呢 有更多的怎麼樣 有更多電子跟原子 所以更難解 所以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直接寫 就事實上很難 很難直接解 解這個 那個微方式 所以我們通常怎麼做 我們來看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通常就要怎麼樣 我們通常是把它換成一個電子的 我們用有效的觀念 一個電子 對不對 這邊不是有很多電子嗎 對不對 我們把這很多電子 把它看作其中一個電子 其中一個電子 它會感受到這個原子 還有什麼樣 還有其他接簡易電子的 什麼 的可能影響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一個 我們用一個觀念叫什麼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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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微能觀念 我們用這個觀念 就我們把一個電子 然後把其他電子 把它怎麼樣 把它放在一旁 那其他電子跟原子 共同構成什麼 共同構成一個微能 所以我們底下 我們解一個電子就好了 解一個電子 我們叫一個電子的怎麼樣 海綿透明 這邊是多 這邊的海綿透明是多電子 所以有很多電子 對不對 我們把它換成一個什麼樣 一個電子 那這個電子 那這個電子是這樣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解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解那個 可以把 這個scheldinger equation 我們就可以解了 那首先我們看 首先我們看 這個有效電荷 會有什麼樣的特性 我們看這個有效電荷 會有 對不起 有效電位 有效的微能 會有什麼樣的特性 這個有效微能 它會有什麼樣的特性 第一個 當R很大時候 就離開原子很遠的時候 它會看到什麼樣的系統 它會看到什麼樣的系統 我們這邊原子核 我們這邊原子核 對不對 那這是 然後E在這裡 一個電子在這裡 一個電離開嘛 離開比較遠的地方 那其他電子在哪裡 其他電子在這地方 所以它在這裡 其他電子在這裡 所以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什麼樣的一個電荷 就我們把它想像 我們把它想像 講像這其他 z-一個電子是什麼樣 是均勻分布的 球面對送分布的 我們這樣比較容易想 我們把這些電子 把它看成是球面對送分布的 這樣的話 這個電子會看到什麼樣的電位 就是一個正電盒的電位 就是說 這個在剪掉這嘛 所以是一個正電盒 所以它potential 所以這個在這時候 趨向是什麼 會是什麼樣子 對 r分之多少 還有pd平方 1平方 定位 還要它本身 它本身的電量是1嘛 然後其他的電位是1嘛 所以會變1平方 有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再看另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r7D0的時候 然後 就 這電子靠去原者盒的時候 我把它放在這邊 這電子在原者旁邊 其他電子在那裡 其他電子在外面 其他電子在外面 所以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定位 對 對 對不起 這邊有個負號 ok g平方 這樣好 這是 我們的 看到有效定盒 會是這樣的 會是這樣的型態 這是我們從那個 我們從定盒分布 去知道 這個有效未能 它的behavior 它在原者附近 在離開很遠的時候 它的 它要 它要是這個形式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 怎麼樣算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來看 怎麼樣算這個問題 我們通常算這種問題 我們是用自洽方法 我們把這個步驟 告訴你們 我們現在第一步 第一步驟的 我們把怎麼樣 只取球面對稱的 取它的球面對稱部分 我應該知道球面對稱吧 然後我們這樣 這個回旋就變成這樣 然後我們下一步 就要解這個解的 解這個 小電子回旋 那你們知道小電子回旋 是一個怎麼樣 是個違用方式 那快是什麼解 解它的I跟Value跟怎麼樣 I跟Value跟I跟Value 所對應的I跟Value 那你們現在告訴我 這是什麼樣的形式 我一直以前在 我們以前在講那個 清零子的時候 對不對 我在講清零子的時候 我不會跟你們說 如果未能是球面對稱的話 它的I跟Value是什麼 角度部分是ylm 對 角度部分是ylm 我們可以寫先個什麼樣 鏡像部分跟什麼樣 跟ylm 所以是等於 也就是說 如果這是球面對稱的話 角度部分的I跟方形 就是ylm 就是球小函數 那這個要滿足什麼 我們再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清零子那一張 複習清零子那一張 所以它要滿足這個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樣 我們要做的是解這個違用方式 不要玩這個 這個違用方式可以用電腦解 用電腦 你們寫一下 用電腦解這個違用方式 但在解的時候 我們先要拆這個 先要拆這個能量 我意思 用電腦解 用電腦解先要拆 拆這個 也要怎麼樣 也要拆這個 我把這順序寫下來 就是說 用電腦解的話 要有兩個 第一個先拆 我這兩個先要給它的值 這我要先給 先給這個值 然後用電腦解 解什麼樣 解 解波凡數 圓方式 然後得到什麼 得到波凡數 得到這 用電腦去解 得到這個凡數 從這個凡數 你可以算什麼 由這個凡數 你可以算 波凡數 你可以算什麼 電腦能量 對 新的能量 即什麼 新的有效位能 好 因為前面是摘的 前面這兩個是拆的 拆的 既然是拆的的話 表示是不是 是不是準確的 是不是準確的 不是 所以我們會算 這新的出來 那這個小不小怎麼算這個 小不小怎麼算這個 小不小怎麼算這個 舉這個 舉這個 對 舉這個 沒有啊 你就算這個啊 就算這個啊 那這有兩項嘛 對不對 一項是什麼 一項是那個動能部分 動能部分是什麼 是兩次微分嘛 然後加上原先 加上那個 原先那個 原先那個 那個 原先那個衛能嘛 這樣會嗎 那這個怎麼算 這什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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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知道衛能有兩項嘛 還記不記得 第一項是什麼 原子核的 原子核的 原子核的庫能衛能 對不對 那再過來呢 電核密度 還要加上什麼 加上什麼 加上什麼像 交換 有三項 一樣是庫能衛能 庫能的衛能 又是交換 交換相干的 衛能 那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 怎麼樣算 怎麼樣算電核密度 怎麼樣算電核密度 波環數 對 波環數的絕對值平方 但我們要 我們要 要什麼算 我們中間 我中間跳了一步 我們解這個 我們解這個能量 對不對 我們解這個等一下 不是解出一組波環數嗎 是不是只有一個解 沒有 不是只有一個解 我們有好幾組解 因為 我們剛剛看 YLM就有什麼解 YLM就有什麼解 L等於0開頭 對不對 就比較 比較那個清原子 我們知道 清原子的 清原子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們清原子是這樣 N等於1 對不對 然後 LM 對不對 L等於0 M等於0 對不對 那再過來呢 N等於多少 N等於2 然後L等於0 L等於1 N等於-1 0 1 然後再過來 N等於3 對 這個清寫也是一樣 這樣清晰沒有 只是我們沒有這個主量的數而已 那我們還是怎麼樣 還有最低能階 最高能階 它的能階也是這樣分布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樣算 有一個最低能階是1萬的 所以我們這個能量也要拆啦 我們這個能量也要拆好幾個 這個能量不是只有一個 這個能量也要像這個 像這個一樣拆 第一個多少 第二個多少 這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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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多少 我現在選1萬 1 2 然後1 3 我也要這樣拆啦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 所以我們先算這一組 對不對 先算這一組 我們先拆1萬 1 2 1 3 我們先拆這組 對不對 那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當然跟怎麼樣 算出來的 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NEWL1 2 3 4 5 這樣往下排 那我們的 電盒密度怎麼算 上 佔油的 然後 我用直接用一個 用INDING1 然後 然後 POW是怎麼樣 NLM 然後 一樣 POW環數的絕對值平衡就是什麼 就是豪然率嘛 那豪然率嘛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怎麼樣 電子的密度 這樣 看到沒有 然後我們把每一個 每一個軌道 我們把這個當作軌道 我們稱作軌道嘛 把每一個軌道的POW環數都怎麼樣 全部加起來 然後加到哪裡 你說我舉個例 這個有幾個能接 一個 應該來講有兩個 因為包括自選 自選向上 所以這個有兩個 自選 正負二分之一八 自選有正負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兩個 這個有兩個 這個也有兩個 這邊 這個 這一組總共有幾個 這是三嘛 總共有六個 這樣會嗎 我照這個順序排上去 從最最最最底下的往上排 那我現在講 我現在律師我舉個例 如果我的J等於三 J等於三是什麼元素 你怎麼會 這是一 對 這離 所以離我們只算到哪裡 這個只算到哪裡 n等於二 不是同學 好像都是 李月珍在講 其他 其他同學 你跟我講好不好 假如 A等於三 對 這算到哪一個 n等於二 對 對 算到n等於二 但只有 這邊只有半個而已 這樣會嗎 對 所以这个就只加到哪里 只加到N等二半个 那如果N等四呢 如果J等四呢 J等四后这两个都有 照这规则嘛 这样你就可以算怎么样 你算这个以后就可以算这个固能能量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猜 我们先猜这些能量参数 我们叫能量参数 我们先猜 然后算出新的出来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这新的跟未能 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叫混合 什么叫混合 就是把旧的 这新的跟新的怎么样 混合 这新的 下一步等于 第二次了 我猜一个旧的 你知道谁意思没有 我把旧的跟新的混合 混合对不对 这alpha alpha是随便取的 我们通常 我们在做原子的计算 我们通常取一半 0.5 就一半新的 一半旧的 一半新的 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我把这一半新的一半旧的 把它混合以后呢 再带到这边来 我这算好以后 我就可以什么样 我就可以得到新 这个 而且我还可以算这 就是我那个 这边不是 这边不是 这是旧的 我写的 这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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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的 那这算出来 算出来是新的 我也同样这两个怎么样 也同样用方向荣 这混合不必用相同的 不必用相同的alpha 我可以用不同的alpha 就新的跟旧 基本原则就是 新的跟旧的混合 这样清楚吗 新的跟旧的混合以后呢 再带回原先这个 再带回这个 然后再重新算 你经过这个步骤 一次循环 两次循环 越循环越多 你猜会怎么样 它会收敛 对 那就收敛对 你就一直循环以后 一直循环以后 新的跟旧的 就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接近 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你经过循环很多处以后 新的 旧的 拆的 跟算出来 就越来越接近 那当接近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把它当作怎么样 当作正确的结果 这叫自洽 拆很多次以后 对不对 拆的 我写在底下 就越来越接近 这两个就越来越接近 经过这混合的 这叫mixing 你们就混合的意思 就新的跟旧的混合 那混合后再带回去 带回去这边 然后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就训练很多次以后 这两个就越来越接近 当接近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它差非常小的时候 我就把它当作怎么样 当作正确的结论 那这步骤叫自洽 这种步骤 这种步骤的方式我们叫自洽 那我这边就写一个 当两个很接近的时候 我就拔正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这是正确的结 那我这种算法 叫自洽算法 它一定会收链 不一定 那我跟你们讲什么收链 你如果这Alpha用太大的话 它会 它这个差 会越来越大 就选择这个Alpha 选择Alpha是要有经验跟技巧的 总之Alpha不能太大 如果Alpha太大的话 这两个差就要越来越大 就发散 我们就发散了 那你如果选择适当的Alpha的话 选择适当的Alpha的话 这两个会越接近 这样清楚吗 那这种程式 我那边有了 我那边有算原子的 原子的能阶 跟它的扣氧数 我那边有 还有它的电子的密度 你们如果 你们以后有机会 要算原子的能阶的话 你可以像我要 这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而且非常快 这非常快 我们休息一下